咖啡已经是现代都会上班族的提升饮料 上班时间整首一杯咖啡的现象细松平常 全球咖啡连锁龙头星巴克 过去三年在美国开了2000多家新门市 分店量直逼14300家超越麦当劳 有分析师警告 门市过量的现象可能加剧排挤效应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导 星巴克在美国曾经连续6年 创造单季铜电营收成长5%以上的佳机 但2016年起业绩不如市场预期 去年底星巴克下修长期营收与获利目标 今年4月星巴克公布会计年度 第二季美国门市客流零成长 有专家认为美国咖啡市场业者厮杀激烈 但在客流量逐渐饱和的情况之下 星巴克如果持续同样的速度转电 排挤效应将会更加严重 三天前宣布退休的星巴克执行董事长 舒尔茨一直倡议积极扩张 为了因应消费者习惯的改变 他选择开更多的门市 其中包含高档的咖啡厅 星巴克执行长强森三月在股东年会上表示 过去五年星巴克在全球新开超过一万家门市 星巴克四月公布 2018年年度全球竞争2300家门市的目标 并不会改变 但由于舒尔茨将正式在6月26号卸任 有分析师推测 星巴克可能会接受扩张放慢的想法 除了星巴克 速食龙头 麦当劳也曾遭遇展电太多 导致铜电营收成长衰退的困境 展电与成本之间应该如何拿捏考验管理高层 以及企业的应变能力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罗千竹 整理包包